嗨 各位 歡迎來收聽 還原的昨天廢話時間 好 有對到焦 好 今天想要跟各位來聊一下 照相機的東西 之前都是聊網路 最近剛好在開始 重新在 玩一些攝影機的東西 其實之前就有在用攝影機啦 只是 之前有一段時間 因為手機拍照片真的很方便 所以其實花了蠻多的時間 是要用手機拍照片 但是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 我去看一下我之前拍的一些網路相片 我發現說 你看得出來的差別 就是我用手機拍的 跟我用 以前用單眼相機拍的 不管是構圖 不管是一些照片的景深 就是主題的凸顯出來的效果 其實是有差別的 所以我就想說 欸 那就重新 回到相機 然後加上我最近有開始在做一些錄影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 新的相機 然後 現在新的相機錄影的效果也蠻好的 那最近又開始在研究一些 鏡頭的配置 現在這隻相機是 Panasonic GH5 M2 它其實比較算是所謂的 Hybrid 什麼 Hybrid 它是比較偏攝影跟錄影混合 那它有還OK的攝影效果 還有還蠻好的錄影效果 所以不管只要是拍照片 或是像現在我要錄一些對話的東西 它都有還不錯的表現 那它用的鏡頭是所謂的 MTF 不對 Microforcer 對 MFT 有時候很容易會把這些縮寫搞混 那MFT的好處就是因為它的Sensor比較小 所以它會變成說它可以Double你的焦段 那這個東西有好有壞啦 那好處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想要找一些比較長焦段的鏡頭 像我有一隻是100、300 開啟的鏡頭 它國際牌這邊會比較便宜一點 如果今天我的需求是想要出去拍一些比較遠的東西 那國際牌這個部分就有蠻大的優勢 就是它可以在同樣的體積跟預算裡面 做長焦段的鏡頭做的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的好處就是它轉接這些 手動相機的鏡頭也蠻多的 那現在的大眾大概是Sony啦 不過我覺得它轉 反正現在轉接環很方便 尤其是像這樣這種是 不管是NFT或是Sony的E Mount 因為它的後面的鏡後鏡比較短 所以它都可以去配很多這種手動的鏡頭 那像這顆是TTR提神 做的還蠻可愛的 它其實是反萊卡的鏡頭的造型 它接口也是萊卡的接口 我現在是用轉接環 那後面的這個接環也是萊卡的接環 配置 那你可以再買一個這種轉接環 就可以把你的 本來是給萊卡鏡頭的 大開相機用的鏡頭 轉接給你的相機 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第一個我覺得就是 質感吧 我會說欸現在相機很方便啊 我又自動對焦啊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其實拍習慣手動對焦 如果你今天你的攝影 是像我一樣都是拍一些比較 自由的東西 像是我喜歡關機的時候 隨手拍一些看到的景色 那手動鏡頭 讓你有足夠的時間去慢慢去 構思你的照片 或是你可以去抓 讓你有時間去慢慢對焦的話 那手動鏡頭我就覺得 可以 蠻容易去營造出你要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需求 是我今天可能跟朋友出去玩 或是我今天有一些 人像攝影的需求 那 你會需要一些比較快 在短時間之前要拍比較多的照片 你可能 像我之前跟朋友去拍 他們的模特 模特 那就遇到說 我手帶的鏡頭都是手動的鏡頭 那我去拍模特兒的時候發現 欸 他們可能一輪拍下來 有五六千張照片 或可能只有兩三千張 那 手動鏡頭的對焦就容易出問題 所以我 最後產出來的照片的比例 其實是偏低的 然後比較不好 所以後來又跑去買了一顆 自動對焦的鏡頭 但是如果今天是出去旅拍 或是旅行拍攝的話 我是覺得手動鏡有它的好處 那低點它的體積也比較小 那當然 因為像這種手動鏡追求的是質感 所以它們會是全金屬的 其實重量有點重 那再來就是 手動鏡像這一顆是 弗倫打的 叫什麼 那我看看喔 Helio Classic 那這顆鏡頭就蠻有趣的 它是一個故意做壞的鏡頭 它就是要模擬出一些 比較老的相機拍出來的那種 有一點點糊 有一點點朦朧的感覺 那光線打下來的時候 會有一些光暈跑出來 那這個在一些比較新的相機的鏡頭裡面 是比較不被允許的 因為它會 你會覺得它的成像品質不夠銳利 尤其是當你 現在數位相機你都在電腦上看 你會很習慣的去 把它放大到原始尺寸 這時候 因為 一個屏幕一個屏幕 它是點 一個點對一個點 你就會遇到說 有時候會覺得說 拍起來的相片不是那麼的銳利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人看相片 不是 要放大來看 因為以前的相機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 抱歉 以前的相機 你洗出來就是一個4x6 3x5 4x6的照片 那照片就小小的 大概就跟你的手機的畫面差不多大 那如果今天你看的照片 都是在這種尺寸下看的話 那其實解析度小一點 就是有一點點輕微沒有對到焦 有點失焦 其實你看不出來 因為 縮小的過程中 它自然就有銳利化的效果 那這個鏡頭其實拍出來的東西 乍看之下 不能放大看 放大看之後 你會覺得說 欸 糊糊的 霧霧的 但是你用一個完整的照片去看 就會覺得它會拍出一些蠻 有特色的效果 我覺得這點就還不錯 這是最近的一個心得 所以最近我還蠻喜歡這顆鏡頭的 普倫達的Hack 那這顆也是我最近蠻愛的 就是TTRT神大陸公司的鏡頭 那這兩顆都是50 這顆是1.5 這顆是1.4 大觀圈 其實F2以下就算 13就算打 欸 以下 對以下就算大觀圈 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嗎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那種 觀圈縮起來的感覺 它可以開到蠻大的 那大觀圈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把 景深變得淺 景深變淺 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讓特定範圍的 景的 拍攝變得比較 清楚 那剩下都變得比較模糊 像是我現在開的觀圈就蠻大的 你會看到說 欸 我輾這邊 它現在對焦對焦我輾 所以我輾前後是清楚的 可是你看我背後 背後的東西看起來就是糊的 那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景深 它可以讓你的主題比較凸顯出來 那 那其實這種東西你也不一定 你可以其實用所謂的錯位方 就是我今天我一個東西比較前面 那時候我後面的東西就會糊掉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會有一個比例問題 當你鏡頭到第一個物體的時候 對焦到的物體跟 後面的距離 比例越大的時候 錯開距離越遠的時候 你拍出來的 主題就會很明顯的被 凸顯出來 那如果把這個放到後面 你會發現 欸 左手跟右手這邊 感覺起來 就沒有很明顯的落差 那如果我今天放到前面 那我後面的又 另外這隻手 看起來 就變成一個很 襯托的背景的效果 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景深的應用的一個方式 就是 當我今天我希望拍的主題 是很pop的出來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這個東西 又不能太 常用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像我其實 我其實 看人像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 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 我看很多人像的照片 就是說 他為了凸顯主題 那整個背景 全部糊掉 像我現在 看到 拍我 整個背後 完全看不出來是什麼鬼東西 那就想說 那你今天都特地到了一些 比較漂亮的地方 那你還拍這種照片 那 你幹嘛出去 你好像 隨便錄下找一個公園 在關係好的時候拍 好像也有一樣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比例哪 你像是 觀圈的比例 不是說 你可以 你可以有大觀圈 但是 你不是每一張照片 都要用大觀圈 你要試著去抓說 欸 什麼樣的感覺出來 你的東西 跟你的背景 之間 互相會有一些 關係 什麼關係 我也說不太出來 這是一個攝影好玩的地方 TTRD神 這顆 我覺得可以考慮 但是你說組裝質感 弗倫達 歸上不少 同樣50好了 這顆大概 兩萬出頭 這個大概 一萬塊 差一倍 重量而言 TTRD神 重不少 弗倫達比較輕 不過弗倫達這顆的設計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設計 它為了追求 古典的感覺 它用了很傳統的 鏡頭設計 它沒有用很複雜的 五六組玻璃去做出來的 放大效果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 三五五六 忘記幾片放大 幾片晶片去組成 所以它的表現非常的 復古 要說復古嗎 就很 傳統相機 很以前那種 傻瓜相機拍出來的感覺 但是它 雖然 那個情況下 但是它拍出來的東西 有它獨特的 味道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要看看你的實際使用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拍的是 比較清楚的照片的話 這顆我覺得還蠻推的 那 我覺得買TTR整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相對便宜啦 那 像是我今天拍的相機 出門水手 最近幾乎都是帶這一顆 那好處就是 我今天摔到賺到 我可能相對也比較不會那麼心疼 為什麼 因為整體而言單價稍微偏低一點 如果這顆 摔壞撞壞 欸 那 那 相對起來就比較痛 質感的部分 我覺得一分淺一分 或 弗仁達是高 Co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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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ina嗎 反正 日本代工的 我覺得它的質感還是 就是 比TTRD 好一點 整體而言兩邊 分數落差不是很大 這兩顆其實我覺得 以質感而言都不錯 但是TTRD 整體而言的設計感 感覺起來還是 但是 小細節的處理 還是比較差一點點 像是一些螺絲啊 像是一些 鬆碰的問題 聽著聲音 Cosina Cosina 就是它這邊會有一些 落差 不影響使用 但是 整體而言 還是 比 弗仁達 日本代工的 差一點點 還有轉動起來的 頭尾的流暢度 到這邊會有一組 會有一點 摩擦的感覺 但是 還是有潤滑到 所以沒有到 完全不行 這個一直非常 很努力的在前後 對焦 因為我一直試著 去拿東西 感到它 好 今天想要跟各位聊 大概就這樣 我想要順便試一下 我的 錄影的效果 如果還OK的話 這個也許會是我 之後一些 錄影的配置 謝謝大家 掰掰囉